武汉飞扬疫情走向这个世界 引起全球紧张之际 中国当局明显加强了国内的言论控制和信息审查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 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叶冰 你好 好 许波 这个新冠重灾区武汉封城即将届满50天了 最早透露疫情的这个武汉医生李文亮等人都被约谈 警告已经超过了这个十个星期 那么北京派人到武汉调查李文亮这个事件 这个调查组去了也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结论或者交代 各方对此都有什么反应呢 叶冰 美国之音今天联系了中国国家监察委 并发起传真询问李文亮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 但是目前没有获得回复 也没有获得相关调查进展情况的消息 一个与此有关的热点是呢 李文亮生前的同事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爱芬 接受了人物杂志的采访 他介绍疫情早期医院领导压制和隐瞒疫情方面的信息 爱芬介绍说 他在去年12月30号看到一份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 就将报告拍下来把SARS病毒等几个字呢 画上了红圈 画给一位同学 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名医生 就是因为传播这份报告而遭到武汉公安的训诫 爱芬说他没有被警方训诫 但是被医院纪委约谈 称他是作为专业人士造谣 这让他心里惊呼崩溃 爱芬说他不是吹哨人 但是他是一个发哨的人 医院还要求医生不要谈论疫情 以免引起社会恐慌等等 目前呢 武汉中心医院已经有四名医生相继去世 其中包括李文亮 那么爱芬说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他后悔当初被约谈以后呢 没有继续吹哨 他还说 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 老子到处说 人物杂志三月号的这篇文章 推出以后 已经在中国多个社交网站被删除了 不过呢 众多网民在文章被删以后呢 又将文字顺序改为道序 反化为盲文 汉语拼音 电报马或者其他语言 甚至甲骨文 还在继续转发 而这样的内容仍然在继续遭到封杀 武汉作家胡发云表示 他跟爱芬医生认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彼此相熟 他说爱芬一向敢说敢当是个好医生 他为武汉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 胡发云认为 人物杂志被删稿 网络大举删帖 表明当局已经乱了方寸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发云的评论 他恰恰是提起了一个相反 一种情绪 所以最近这些天 你怎么删 网民又换一个方法再怎么来 这形成了一次在网络上的一次非常激烈的交锋 而这个是更加激化了官民的这种冲突 不管这一个事情是上面的态度 还是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种应对措施 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 据报道 武汉红十字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利介绍说 去世病人的遗体来不及运走 医护人员只好用屏风把遗体围起来消毒 等病医馆来带来这个黄色的尸袋装好以后运走 而疫情初期 网络上就传出医院尸体无人处理的图片 当时共青团就立刻发微博辟谣 美国之音今天致电武汉中心医院党委当中士 询问关于艾芬的报道是否属实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只是说去联系宣传科 而宣传科和医院的纪委以及监长科的电话 都一时无人接听 我们看到武汉肺炎疫情是由小到大 全国乃至全球都受害 不难看出造成这场灾祸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信息不透明 打压吹哨人 那么庚子尚书这个作者赵士林教授 我们前几天谈过这个问题 他就指出说艾滋病传播真相的 这个吹哨人高耀杰教授 和非典真相的吹哨人蒋燕永医生 反遭刁难和打压 至今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以至于这一次呢 我们这次疫情我们看到 又有李文亮事件 那么中国当局接受了这些教训 做出了纠正吗 有没有放松言论管控呢 李文亮事件曝光以后 中国当局被指重蹈覆辙 导致许多相信官媒报道 和专家误导的这个民众呢 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酿成无数人道灾难的悲剧 官方报喜不报忧和打压 共中言论自由的做法呢 让越来越多网民提高了认识 发出呼声 至于李文亮事件的教训 有没有让言论审查有所收敛 艾芬医生的遭遇就能说明了 网民也有话说 我们今天采访了一位中国公民 毕先生一起来听他的看法 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了现在 原来可能是李文亮医生 他是在一线 他知道了这些情况 他而且还没有传播 人家就是在自己家里边的群里 或者是同事的群里说了一下 就被打压成这样 那现在可能你比方说 就像前两天发生的 在楼上喊假的 对吧 现在人们就不喊假的 喊真的他就不让你喊呀 他就更控制的更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是 他越来越严了 越来越恐惧了 说明他们越来越恐怕 据这位中国公民介绍 他的朋友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网民孙怨平 昨天受到当地公安传唤 被要求闭嘴 停止发送有关疫情的信息和言论 B先生表示 孙怨平并没有在微信上发言 就是有关疫情的这方面的言论 只是介绍一位影视导演 联系了武汉市民张义 还有呢 一位新家上的网友 给孙怨平的微信上 有几句政治敏感的话 就被当作证据来进行传唤警告 B先生说 被传唤时 孙在传唤书和其他文件上签了字 但是这次公安没有给他传唤书或者其他文件 与以往他多次被传唤 可以拿到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有所不同 孙怨平呢 是一位关注民生和人权的社会活动人士 曾经致力于推动聂书斌强劫杀人案的平反造血 疫情严峻之时呢 我们前些天了解到 许多批评人士 比如资深媒体人高瑜 还有这个荣健啊 都被有关部门打过招呼 要求在网上不要发帖 清华大学教授 曲章润和郭于华等人的微信都被封号 连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微信 前一段时间啊 也被封了一段时间才解封 目前呢 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快速的蔓延 而中国官方宣传 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塑造成抗疫的领袖 必谈早期疫情处理失误的责任问题和病毒来源问题 同时呢 美欧疫情不断扩大 中国派出医疗队前往意大利 并且提供防疫物资等等 这些呢 也是中国官方宣传的重点 好的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